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NOMPi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 以至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积累函数 或者叫做累积函数Reduce 今天我给您讲解的是 NOMPi版本的Reduce函数 相同功能的函数 在TensorFlow中 在PyTouch中也都有所提供 我其实还开了一套 TensorFlow2的课程 对吧 关于TensorFlow2版本的Reduce 我会放在TensorFlow中的课程 再给您讲解 今天是给您讲解 NOMPi版本的积累函数Reduce 好 那咱们开始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D Reduce数组的积累函数 好不好 第二 第二叫做Accumulate 这个也是数组的积累函数 但是它会保留中间结果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这两函数 都是NOMPi的通用函数 马上开始实战演习 OK 实战演习的部分 一上来先Import一个NOMPi 我今天给您演示 还是采用Google的云计算平台 Colab 好不好 马上开个代码块 准备运行 首先大家请看 我先给您定义一个计算用的数组 这个是下标从1开始到6-15 好不好 马上看一下 咱们先准备一个用于计算的数组 对吧 大家请看 12345 这个是咱们代计算的数据 好不好 OK 怎么做 大家请看 首先我这定义了一个数组的相加 相加完之后 再做一个reduce的积累 这样的话会得到一个新的数组B 这个B是个什么意思 是相当于说 把A数组中的所有元素进行相加 得到一个数组相加的和 好 看结果 给您说半天 不如给您运行一下 是吧 好 Go 大家请看 B的值是15 15怎么来的 是把每一个元素 A的每一个元素进行相加 您加再看 肯定得15 对吧 没问题 OK 它既然可以做到相加累加 它就可以做到累成累除 对吧 咱们试试累成 大家请看 NungPi提供了一个乘法函数 然后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积累 这样的话会得到一个C 这个C是什么内容 马上看结果 这地方我传的是A数组 对吧 参数 好 试一下 这个概念也是您需要掌握 尤其是Google刚推出大数据的时候 咱们大家吵得特别火热的一套词 就是Map Reduce 对吧 那个Reduce就是这个Reduce 好 开始 大家请看 我做了一个累成 得到结果是120 这120怎么来的 是1乘以2乘以3乘以4乘以5的结果 就是120 不信 您现在诚诚看 肯定得120 对吧 OK 没问题 您不用试 肯定是 我都给您计算出来了 对吧 好 咱们Reduce就是这么用 接下来咱们再用另外一个函数 Accumulate 它干什么 它干了和Reduce一样的事 只不过说 它记载了中间的计算结果 Accumulate 它给咱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这样才能够积累计算的结果 才能够记载中间的计算的过程 对吧 好 咱们试一下 Reduce给它们返回是一个值 Accumulate给咱们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好 看一下结果 比如说 我还是把这个数组进行累加 刚才咱们看到的结果是这个15 对吧 现在咱们调用其他的函数看什么结果 Go 大家请看 它最后一个值15 同时它把这个数组中每一个元素相加的过程都记录下来 比如说 一上来是个1 对吧 然后呢 1加上后面的2 等于3 是3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1加2加3等于6 6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1加2加3加4等于10 10出来了 对吧 最后呢 全部相加得15 15出来了 大家请看 下面这个方法是不是保留了每一步的计算结果 这个就是accumulate的使用方法 好不好 咱们做完累加 咱们再试一下这个版本的累成 其实是一样嘛 对不对 好 注意看 Go 出来了吧 12624120 这个就跟刚才有朋友说 为什么你这个120怎么来的 对吧 大家请看 这120的积累的过程 我这都给您显示出来 这回您信了 确实 这我数相乘 最后得120哦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NOMPi中通用函数的 积累函数部分的使用方法 这个呢 也是一个知识点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然后我今天我的这个课程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下载运行一下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知识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加分享给您的朋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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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